聽不懂 你知道嗎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你的題目 根據台灣政壇的經驗 沒有人打你就表示你不重要 那每個人都打你的時候 就表示你的威脅性是最大的 市長 那目前民調和第三 那你後來有什麼做法嗎 真的是這樣啦 民調本來就會變化 那這個就是看一看他繼續做 不過我覺得這一陣子 假民調會很多 所以策略已經有民調了 所以我想是這樣啦 就是我們還是把 我每次講說不管選舉或者是執政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社會運動 所以我們就按照完的步驟 繼續往前走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這樣啦 不要在自己同胞裡面製造仇恨 製造分裂 這樣是不必要 其實今天台灣 大概97% 都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所以這種在自己的同胞裡面 再去分裂 我是 我是 我認為不好啦 我覺得這只是讓這個國家更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比較和諧的國家 內部團結和諧 每天製造對立分裂仇恨 好啦 沒事的 沒有了 郭董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眾黨都有在夾殺他 那有個探訪嗎 郭董每天講的話都不一樣 有時候人家無所事從 一下子喝咖啡 一下時候人家夾殺他 不過是建議這樣 因為郭董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的初選 那跟國民黨事件的恩怨還是要先解決 國民黨有辦法再談其他 沒了